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怎麼來觀察 趕快邀請到的是巨洋投顧的 期貨資金分析時鐘艦 佳恩哥你好 好 依華好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佳恩哥 9月份第一天 今天就這樣子網上大漲對不對 在早盤的時候 大漲了1%以上 這空方應該臉都綠了吧 沒錯 沒錯 就果然嘛 尾盤的時候就不給它殺下來了 而且基本上這種盤之後會讓大家產生一個錯覺 什麼錯覺 就會覺得好像要供8500點 要供1萬點 跟大家講今天盤面的話其實基本上來講 所有八大類股基本上都是漲的 所以基本上現在來講的話 雖然今天的量沒有出來 但是就看指數來看的話其實是上漲 但是今天還是一樣 為了要讓大家冷靜一下 潑大家一下冷水一下 真的不能太樂觀 所以現在沒有很多方 對 千萬不要太樂觀 為什麼 因為它還是一樣卡在這個地方 就是還是一樣 就是為這麼說好了 現在潑段還是一樣既然偏空 就是這麼說好了 我的領帶還沒換掉 對不對 沒有錯吧 所以日線級的K棒還是偏空 那只是因為有沒有 昨天是開低走高 那今天又開高走高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high 但是你去看一下 你去調一下技術分析 等一下我給你看 看完之後也還好 也沒有拉多少 就冷靜一下 對 冷靜一下 所以現在目前的盤式的話 先給大家一個結論 目前波段還是請你偏空 只是因為低階的買盤非常的積極 就是一支我們沒有辦法追蹤籌碼的 剛剛原本跟製作人在聊 到底是要給它一個名字 Hello Kitty 我真的不知道代名字是怎麼樣 什麼怪手 對 什麼怪手 根本找不出來 它到底是誰對不對 有的人可能會認為它是國安基金 政府基金 Anyone 三萬 反正就是有人願意低接它 所以整個盤式就被它撐起來了 所以最好的盤式還是一句話 叫做以盤代碟 千萬不要把它當作好像要狂掌狂拉了 千萬不是這個樣子 不信的話現在給你一個狀況 那如果假設你要面對這個盤式的話 有沒有 現在還是會建議大家 其實你可以運用當沖 會以當沖為主的話 可能會比較安心一點點 否則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大盤的技術分析 我把大盤的日線圖 把它叫出來給大家看 等我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大盤的日線 這是一般我們投資朋友 傳統看的一些K棒對不對 好 你看到昨天開梨走高 然後今天算是開高走高 但是收了一個十字線對不對 那你看到當你看到這個均線有沒有 只是你說有站回去十字線嗎 也還好 剛好是卡這個地方 剛好碰到了 對 你看五日線 十日線 跟二十日均線 全部都在上方 那請問一下 如果就以形態來講 就以技術線型來講 你覺得它很強勢嗎 並沒有耶 而且基本上今天有亮嗎 今天沒有亮耶 也就是說如果從傳統的技術分析來看 既然還是一樣先潑大家一下冷水 別的大家太開心了 我這個時候我們在聽盤中連線的時候 全部幾乎全部都看多了 對啊 大家說大漲大漲耶 哇 要開始什麼導狀反轉 對 其實沒有那麼快 其實沒有那麼快 除非有本事 空盤者把K棒的顏色換掉 我才會改變我的想法 或者的話 就以我們程式交易的一個狀況 就是不要去猜 既然它現在還是處在 藍色的K棒的慣性 當然還是偏空操作 本來就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要記得 所以現在給大家一個結論 如果假設你要做當充的可以 但是如果假設你要做波段的 記得 這樣老師告訴大家的 就以價格的趨勢是決定 你要做多跟做空 一定要以價格的趨勢 千萬不要看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東西只是決定你的部位的大小 到底是要做多一點點 還是做空一點點 要記得 對不起 應該是說 把你的部位放大一點點 還是把你的部位縮小一點點 對不起 應該是這樣子解釋才對 所以現在交易心法告訴我們 就是請你小心的做多也小心的做空 為什麼 因為兩隻手很明顯的 就是接不通合 遮遮遮遮康都武力 這也就是說為什麼現在有沒有 你去看那個電視節目 財經節目 大概一半的分析師看多 一半的分析師看多 也是五五波 兩個打得很凶 打得很凶 都到 都到 為什麼起一天的時候 你看我多准多准 掉下去的時候又換另外一邊 我又多空了對不對 沒錯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講完了這個之後 有了結論之後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籌碼 好 像今天 昨天是不是 腳底走高 以為三大法人狂買了對不對 結果竟然是三大法人大賣 那今天又是大漲了對不對 那你們可能又會覺得 三大法人又是大買了對不對 真的是這樣嗎 有嗎 來 我們看一下籌碼 當你看到籌碼之後 你可能又 還好耶 對啊 你看到沒有 三大法人有沒有 外資才買超了7億 根本就是異性藍三 你知道嗎 你在嘎我 那我就不要動啊 對不對 外資的想法就是這樣嘛 那投信的才買超了8億 你看三大法人合計 買超了20億 今天漲了五十幾點 五十八點 結果三大法人才買了20億 所以很明顯的 現在的控盤手 今天跟昨天一樣 不是三大法人 很明顯的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啊 就是很難追蹤那個走馬 所以好啦 我們就叫他 哈羅Kitty 要去死啊 好啦 開玩笑的 所以這個是鮮貨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騎貨的部分 騎貨的部分就比較OK了 因為外資的話有沒有 真的有被電到了 因為昨天的控盤手 是用金融股在控 那今天的控盤手很聰明 他直接打外資的痛處 直接用電子棋 全子 對 電子全子股 所以目前看起來 外資就回補了3437口的空單 所以他的進空單只剩下8503口而已 然後呢 那自營商的話 這些都是小動作 所以這樣加加減減的話 目前看起來有沒有 已經剩下4000口到5000口 左右的一個進空單 又回到結算前的 前一天的那個狀況了 所以方向性又不見了 沒有沒有太大的方向性了 好 OK 這也就是為什麼 給大家一個結論 現在目前沒有什麼方向的原因 就在這邊 好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權的部分 好 我們看一下選擇權的部分 外資的部分 還是留有進空單 那今天只是小空了 加空了1000口左右 然後資金商跑得比較快 他把他手邊的空單 回補了4500多口 所以進空單來到了1萬1000口 所以這樣加減減的話 剩下了7萬口的 選擇權的進空單 也說還好啦 並不像之前選擇權要結算的時候 有20萬口 對 那個太多了 對啊 太恐怖了 好 那最後一個數字 可能會讓大家做多的 嗨一點點的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普攻 ratio一下 難得普攻 ratio有沒有 記得喔 普攻 ratio 如果大於1的話 是不是以有利多方解讀對不對 對 你看喔 其實這個數字沒有算錯 昨天是在0.74對不對 現在已經飆到了1.03 飆很多欸 飆很多感覺好像是 直接有沒有那個什麼 那個嘴巴巴巴吹下去 對啊 1.03喔 所以現在看起來 1.03大於1喔 所以就以普攻 ratio來看的話 是有利多方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交戰激不激烈 很激烈對不對 所以就是多要讓空輸 空也要讓多方輸 剛好卡在這個地方 目前還沒有表態的一個狀況 OK 好 那看完這個之後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每一天幫大家追蹤的一些 就是數字喔 像昨天是不是 開梨走高 那我們看一下巴拉光谷 航庫是不是就是站在 黑手的那一邊喔 沒有錯 買超了21億喔 沒有錯喔 還是Hello Kitty成員之一喔 對 Hello Kitty成員之一喔 我們應該叫他小叮噹好了 所以買差了21億喔 所以真的喔 就是這個樣子 現在破洞度很小的原因就是 一隻手拼命放空 但是另外一隻手一直頂著 一直撐住 對 一直撐住 而且真的我認為他撐得很用力 非常用力 OK 好 所以我們看了光谷航庫之後 還是一樣 記得嗎 昨天是不是今天有跟大家追蹤 多空加戰的點位 對 還記不記得工具上面 只要點下去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多空加戰的點位 在哪邊了 那今天不是跟他講嗎 昨天加戰的點位 是不是7681 那請問一下今天開盤開哪裡 是不是一開盤就越過去了 直接開在7760了 所以這個數字有沒有 下方做空的人根本就輸了對不對 所以就是多方有力了 就在盤中連線的時候 今天也跟大家講 目前看起來是比多方是有力的 但是不要忘記了 每一天打完之後有沒有 都有一個新的數字喔 想不想知道數字在哪邊 應該想對不對 好 我跟大家講 新的數字的話 請容許我把它調出來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大電視喔 最新的多空加戰的點位的話 是在7792喔 那今天收完盤收在哪邊 7786 對 786 785喔 所以收在7792之下喔 也就是說目前看起來還蠻激烈的 因為離7792很近 所以現在也沒有辦法斷定 到底是多盈還是空盈 只是說就以數字來講的話 目前是空方在尾盤的時候 真的有稍微處理一下 就像易華剛剛有說過 尾盤的時候 空襲 偷襲一下 被電了兩天對不對 不要讓你賺太多對不對 沒有錯喔 所以記得7792這個數字 一定要把它記起來喔 好 那另外一個 每一天我們是不是會幫大家追 每一個月是不是會幫他追蹤一個最重要的數字對不對 那昨天是不是有講了 每一個月都有 對 預告 對 預告了 換倉成本很重要對不對 那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我們看大電視喔 那很XXX啦 9月份的合約的話 多空雙方換倉成本是7XXX 因為我要跟易華玩那個EA2B的遊戲 不是啦 開玩笑 拉回來 你知道為什麼今天要買這個梗7XXX嗎 因為它實在太重要了 所以還是先讓今天賣一下關子 好 要賣關子 對 要賣關子 等一下再告訴你 到底要怎麼獲得這個數字喔 好 那另外一個我們再看一下 昨天是不是今天有跟大家講 要追蹤一個新的籌碼對不對 恐慌指數嗎 對 沒有錯 恐慌指數喔 真的很重要 恐慌指數你一定要把它學起來 好 我先解釋一下 我們看一下大電視喔 既然有說過嘛 如果這個我們平常所看到的恐慌指數 VIX指數的話 我現在目前指數是來到了14.76 那昨天今天是不是有跟大家講 好 記得我們把它拉回來 我們tag一下這個東西 好 既然我們是有跟大家講 VIX指數要怎麼用 是不是如果假設在15點以下的話 表示漲過頭了 那請問一下昨天是多少 14.76對不對 不要忘記喔 那如果漲到40點的話 就是大家太恐慌了 就是跌過頭了 那目前看起來有沒有 如果假設在15點以下的話 表示大家現在處在太樂觀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大電視 目前VIX指數的話 現在是14.76這個數字 那健安要告訴大家 其實絕對的數值 並不是那麼樣的重要 重要是它的趨勢 那目前看起來 它是從低檔往上在攀升對不對 對 也就是說它從樂觀往悲觀的方向走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這個trend一直持續的話 也就是說就以外國的指數來講 國際盤的話 目前還沒有跌完 了解 目前還沒有脫離跌死的一個狀況 除非VIX指數有沒有 又是躺平在12或是13 這樣了解嗎 而且還有一個東西 考考一下異化好了 像我們那個VIX指數有沒有 像我們每一天我們追蹤的VIX指數 是不是根據S&P500的選擇權的波動度 去計算對不對 對 好 那你知不知道我們台股自己本身 也有VIX指數你知道嗎 真的喔 對 沒有錯喔 想不想知道 台股的VIX指數在哪邊不知道對不對 對 還是要容許這樣賣個關子 又賣了兩個關子 對 每天都賣兩個關子 對啊 關子賣那麼多幹嘛 真是討厭 好 要記得喔 今天會告訴你台灣的 就是我們的台子期 我們台子期也有選擇權嘛 那選擇權當然也會有選擇權 如果屬於自己的波動度 那我們屬於自己的波動度 又要怎麼看 不知道對不對 等一下告訴大家 好 所以追蹤了這些籌碼之後有沒有 其實一樣的並沒有要搞混大家 還是一句話 就是為了讓大家再做多跟做空 讓你更有信心 或者是沒有信心 當你做空的時候沒有信心 就把部位縮小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 最重要的還是一樣 要順著K棒的顏色去操作 因為這個才叫順勢 順勢的道理是什麼 順著價格的趨勢 忘記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每一天 近期或市場操作 就是為了要順勢交易 那順勢交易的前提就是 下一根的K棒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不要去猜喔 好 然後呢 既然沒有人知道 我們就可以去追蹤慣性 到底是偏多的慣性 還是偏空的慣性 還是偏盤整的慣性 一定要把慣性抓出來 好 那慣性抓出來之後怎麼辦 我們怎麼抓呢 用紅綠燈的概念 顏色管理的概念 看到紅燈 你就要停下來 看到綠燈你就要走過去 你看到像依華 我們每一天是不是講 紅綠燈的概念對不對 你知道現在已經 沒有人講什麼七海論壇 你說有一個老師在說 穿紅燈穿紅燈 紅綠燈 不錯 表示大家記憶深刻就可以了 憲哥我每天都配合你 你看我今天又跟你一樣 又穿紅色的衣服 我要穿藍色跟紅色 對好 猜猜看 到底哪一個代的 到底是多還是空的 對沒有錯 所以最重要的還是要透過顏色管理的概念來追蹤 OK好 那就把它畫到K棒顏色去 如果是紅K棒當然就做多 如果是藍K棒當然就做空 如果是黃K棒它就在盤整 就這麼簡單 你只要看K棒的顏色 你就知道方向了 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今天提醒大家不要太樂觀 因為現在還沒改方向 也就是說我們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 大盤的日K 到底日線級的K棒 到底K棒變顏色了沒有 我們看一下大電視 所以這次大盤的日K幾天了 你看到 已經11天了 對不對 所以這11天是不是混在這個地方 但是還是一句話 它還是藍色的K棒 有本事的話 就拉到這個綠色的點點壓力之上 我才會改變想法 因為綠色的點點就代表是壓力 既然它沒有越過壓力 你還是偏空思考去操作 會比較OK一點 比較妥當一點 所以這就是K棒顏色所帶來的一個效果 請問一下這樣子操作 期貨跟股票有沒有很困難 其實完全都不會很困難 今天老師告訴大家 就是用最簡單的方式去面對這個盤式 像這麼說 我輔導過很多的投資朋友變成交易員 你知道嗎 真的喔 對一般的投資朋友很厲害 兩米二KD 兩米二MACD 然後兩開盤 八法格蘭比八大法則 形態什麼 你知道那個技術分析 我自己唸出來都比我還多 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認為有沒有 就是要這樣子兜起來 會比較準 就會有嗎 又比較準嗎 但是基本上這是錯的 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均線它是死亡交叉好了 結果你看到你的KD是黃金交叉 請問你是要做倒還是扛 兩個都打架了對不對 好難判斷 沒有錯 所以如果假設你把所有的技術指標 兜起來有沒有 我跟你講幾年兜當你可能都不用出手了 為什麼兩個都是互刺的 對啊 只兩個對打 沒錯 然後天人交戰 始終沒有辦法下單 所以到最後的結論就是 憑你自己的感覺了對不對 又拉回來對不對 所以重點來了 不要把操作期貨 本來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不要把它搞得太複雜 懂嗎 好 那重點來了 今天不是有說過嗎 如果在操作期貨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懂得 要學習嘛 那學習有沒有 不要學到東西 最重要的就是兩個東西 我們學習功夫有沒有 就是一定要學習內功跟外功 這兩個我常常舉個例子 就這麼說好了 假設我跟逸華有沒有 哪一天想通了 要去少林寺學武功 請問一下我們要怎麼學 一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少林方丈說 逸華跟建安你先 蹲馬步 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喔 先去搭 要挑水對不對 對挑水挑三點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要挑水嗎 就是為了增加你的內功 就是這樣 完了之後才可以跟師兄一起蹲馬步 我蹲馬步還第二步驟 對啊沒有錯吧 所以學習功夫有沒有 不要忘記了 一定要內功跟外功一起學喔 你千萬不要偏廢 如果你偏廢的話 你的外功再強 你的內力不行的話 你一樣面對這個盤式 你這樣會被打 就是打趴掉喔 所以記得 今天有說過的 你一定要懂得心法跟技法 一定要互相的互為因果 然後互相的學習 而不能偏廢 重心法也不行 重技法也不行 兩個一定要50-50 所以這也就是說為什麼 這個禮拜有沒有 今天跟大家講說 今天是不是在錄製個DVD對不對 這個DVD還記不記得 這個DVD 就是為了要告訴大家有沒有 這個心法跟技法 到底怎麼樣的配合啊 就是交易鏈工坊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要一直講這個DVD嗎 重點就是說 如果假設你真的不知道 到底怎麼樣心法跟技法 去做一個契合的動作的時候怎麼辦 沒有關係 跟著健安一起來學習好不好 就在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我們看一下大電視 禮拜六禮拜天 高雄 嘉義 台中 台北 這四場免費的活動 健安就是要告訴你 到底怎麼樣跟心法跟技法 做一些搭配的一個動作 而且健安也會告訴大家 到底怎麼樣運用K棒的顏色 在當中單也好 或者是破斷單也好 而且重點是什麼 如果假設你有報名參加的話 有沒有你即將得到很多的東西 第一個剛剛有沒有 是不是 來我們看一下 還記不記得剛剛賣一下關子的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報名參加的話 今天會在會場的時候告訴大家 九月份合約多空雙方 換倉的成本到底換在哪邊 而且今天跟大家講 今天真的要鎖這個數字有沒有 鎖一個禮拜 如果你沒來的話有沒有 這個禮拜有沒有 奇亞論壇我都不會講這個數字 這麼硬喔 對 就只有在會場的時候告訴你 所以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數字 這麼樣的重要嗎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跟你講下個月就是九月份 還有下個禮拜 你到底要留多或留空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完全都不知道 沒有參考的依據啊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這個數字 這樣了解沒有 好 另外一個 剛剛是不是有講VIX指數對不對 對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你有來 免費會場的話 建安也會教你 到底怎麼樣去找台灣 屬於台灣自己的VIX指數喔 不是S&P500的那個恐慌指數 是屬於我們自己台灣的指數 而且我會告訴你 到底怎麼樣運用它 絕對不是用15個事實喔 那個是外國的部分 那台灣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做一些回歸的分析 我會告訴你 用哪個quiteria 會比較準一點點 所以就在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我們看一下大電視喔 禮拜六禮拜天 高雄嘉義台東台北 市場免費的活動 你一定要報名參加 這市場免費的活動 報名的人數一定會來很多 尤其是嘉義的朋友 今天很久沒有過去了 可以報名參加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花你一塊錢 趕快把電話給預約起來 否則人數來太多 我們坐在旁邊 我們就電腦 這樣老師就不好意思 所以等一下休息的時候 記得打電話 好 現在看起來建安哥很忙 六日還有加班 不過也是值得 兩個這個關子 在六日都會獲得解答 我們先休息一下囉 稍後還有更多 當充的技巧要告訴您 馬上回到旗海論壇 在古代壯園之地得去寒窗苦獨 而現在您不用十年寒窗 一把手氣就能高中壯園了 來天門 掛酒玩 汽車大獎等您駁回家 8月17到9月19 歡迎來京門觀光博壯園 追求財富自由 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 2506 8911 02 2506 8911 維大利 伊大利 維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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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Is it good to drink? 你點看吧 好 維大利的金黃色不是色素 是維他命B2的原色喔 追求財富自由 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 2506 8911 02 2506 8911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辛苦 辛苦 沒啦 沒啦 喔 準備得真好耶 總幹事 我要來戰破 嗯 啊我忘得有船啊 我買國家翁的啦 我買翁 我要向國家翁 對啦 拜旺旺是越拜越翁 有拜有保備 用旺旺大保備 中文波多 拜旺旺大保備 追求財富自由 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 2506 8911 02 2506 8911 02 2506 8911 維大利 伊大利 維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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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是喝得好嗎 這點看來吧 好 維大利的金黃色不是色素 是維他命B2的原色喔 歡迎回到旗海論壇 在這個階段來說的話 當衝該怎麼來掌握呢 今天的這個奇距看台股 就要請金安哥來幫我們掌握一下 當衝的技巧了 好的 這麼說 金安有說過 只要撥斷單方向不是很明確的時候 金安都會希望你去用當衝來面對它 否則的話你留多單 結果往下跳 留空單會往上跳 跳來跳過去的 一跳都幾乎 那顆真的很痛喔 所以你一定要把當衝給它學會 尤其是方向不明確的時候 好 那既然有說過嘛 如果假設當天是遇到當衝順勢盤的時候 請大家記得喔 你要用3分鐘的K棒 或者是10分鐘的K棒來處理它 那今天3分鐘表現得比10分鐘還好 但是我還是用10分鐘的K棒來跟大家講解 因為訊號比較少 OK 那記得喔 黃K棒變成紅K棒之後 請你下一根的開盤架 進場做多喔 這是做多的準則 那代金要代出嘛對不對 那當然多單的出場的原則就是 紅K棒轉成黃K棒之後 請你下一根的開盤架把它拉出來 就這麼簡單喔 這樣就解決了要進場做多 跟多單平倉的一個狀況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今天的K棒顏色到底長什麼樣呢 我們看一下大電視喔 大電視是台子旗的10分鐘的K棒 好 所以我解釋一下喔 今天開盤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收盤是在這個位置 很明顯的今天有沒有 有沒有出現藍K棒 並沒有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啦 既然有說過喔 只要一開盤之後是紅K棒 請你在下一根的開盤架 7771 進場做多 做多完之後你等它拉嘛 拉到不行的時候 變成黃K棒的下一根開盤架 7797把它拉出來 請問一下這樣是不是 就有26點的價差 這樣今天就只要做一趟就可以了 今天常說過喔 做期貨當充 充一趟有錢賺就好了 千萬不要這樣 像那幾個百抓喔 今天很多人 橫在那邊的時候充了好幾趟 結果呢 賺了26點 手續費呢 50點全部都吐光光了 所以不要 好虧喔 真的很虧喔 所以重點是什麼 做一趟就好了 不要以為要做很多趟 請問一下這樣子操作有沒有很困難 並沒有對不對 如果假設你在操作期貨 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是因為 你使用工具的問題 讓你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要在哪裡做多 或是哪裡做空 不信的話 我把今天的盤架有沒有 給它做一個對比給它看喔 我們看一下大電視喔 這是台子期的 10分鐘的K棒 請問一下左邊的K棒 可以告訴你要做多 或是在哪裡平倉嗎 根本就不行對不對 但是右邊的 它就很明顯的 在哪裡做多 在哪裡平倉 很明顯的 它就會告訴你 請問一下這樣子操作下去的話 這樣對你操作有沒有幫助 就會比較有幫助對不對 比較有方向性 最起碼不會緊張 如果做期貨 你一緊張的時候 你一定會下錯單 當你下錯單的時候 你就會凹單 當你凹單的時候 就抓起來了 所以千萬不能這樣子做 了解嗎 所以當你在操作期貨 完全沒有辦法的時候怎麼辦 不要忘記了 一定要用最簡單的方式 就像今天所說的 天然的最好 來 對不起 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你只要把K棒的顏色準備好 再把操作周期給它固定 最重要的就是操作周期要固定 你千萬不能今天用三分鐘的 明天用八分鐘的 後天用二十五分鐘的 你是怎樣 黑白切 千萬不能這樣 所以簡單的最好 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其實這就是剛剛呼應第一段的時候 我說我們輔導過很多的交易員 投資朋友變成交易員對不對 目的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要把複雜的東西簡單化 越簡單 你又越容易守機率 越複雜的東西 你守不了機率的啦 就好像減肥一樣 越複雜你一定減不了肥 對吧 沒有錯 對 東吃西吃嘛 對啊 就越來越胖 沒有錯沒有錯 所以重點現在告訴大家 如果你把K棒顏色準備好之後 有沒有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簡單的事情 請你重複的做它 你就會變成專家 重複的事情 請你用心的做它 你就會變成贏家 重點就是 你想不想成為專家 你想不想成為贏家 所有的答案都在你身上 每天有沒有 今天透過其他論壇 就是告訴你最簡單的準則 讓你能夠follow 讓你能夠紀律的操作 重點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拉回來 如果假設你在操作 其貨的過程當中有沒有 怎麼操作 怎麼不順的時候怎麼辦 不要忘記的 一定要懂得學習 今天不是有告訴大家嗎 一定要學習心法 跟學習技法對不對 那心法跟技法怎麼學 很簡單 就在大電視 這個禮拜六 高雄嘉義 台中台北 這四場免費的活動 建安就是要告訴大家 到底怎麼樣學習心法 怎麼樣學習技法 而且建安也會告訴大家 怎麼樣運用K棒的顏色 在當充單也好 或者是破斷單也好 一定要等一下廣告時間 一定要先打電話預約 而且只要你有來到 免費的會場 建安告訴你 到底怎麼樣看懂這個 DVD裡面的內容 用更方便的方式 更簡單的一個方式 讓你能夠看到 原來心法這樣學就可以了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對不對 剛剛第一階段 不是埋了一個梗對不對 想不想知道 9月份的合約的換倉成本 在哪邊 不知道對不對 等一下會場 就是預約罷免的時候 會場的時候 今天也會告訴大家 9月份合約 多空雙方換倉的成本 到底在哪個地方 最重要還有一個 就是每一天我們在幫人家追蹤 VIX指數的時候 我們看的都是SMP500的 屬於我們台灣的 你知道在哪邊嗎 你一定不知道 你知道怎麼解讀嗎 我相信你也不知道 就在這個禮拜六 禮拜二天的會場 建安就是要告訴大家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趕快預約高雄嘉義 台中台北 這市場免費的活動 會場的過程當中 建安就要告訴大家 VIX怎麼做 然後9月份的合約換倉 到底換在哪個地方 對 不過建安哥 在廣告之前 我還是有這個 我們最終殘酷的 殘酷的一個結果 要來檢視 這個禮拜來說的話 到底是賠還是賺呢 好 我這麼說 剛剛每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都會幫他追蹤對不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 建安已經幫他算好了 就在這個禮拜的話 我們是賺22點的價差 老師 這樣普通說 22點你也敢講 其實建安我跟大家講 我們不走灑狗血的路線 事實上有賺有賠嗎 一個禮拜下來大家都看得到 這個禮拜真的很難操作 我們安全下裝 也是一個方法了解嗎 所以運用K8的顏色 就是可以達到大賺小培的效果 對 好 所以這個大賺小培 畢竟還是賺喔 所以會賺錢比較重要 不要忘記 跟安竟然哥也賣了兩個關子 9月份的換倉成本 到底在多少呢 而且還有台灣本土的VIX指數喔 想知道的話 趕快來跟他聯絡 我們今天起來論壇 感謝您的收看 下個禮拜一同時再會了 拜拜